也确实AI巨浪真的是席卷全球 那现在不只台湾是AI重镇 其实日本也有关键的地位 我们就来看到日本最大 而全球第四大的设备商 AI晶片没有他们的机台 是没有办法生产的 这一则报道 我们飞到日本工程区 直击他们的十颗机台大本营 木植厂区是五座东京巨弹大 还有价值上亿起跳的十颗机 里面还有四万个零件 宛如变形金刚 整片整片到田 沿途数不尽的绿色风光 来到日本东北工程县 森林古都是第一印象 但其实这里也是高科技重镇 这回我们要揭开全球第四大 亚洲最大半导体设备龙头 东京威力客创的神秘面纱 这里就是跳的工程厂了 光是用看的 是不是就觉得非常大 这里的总腹地呢 足足有五座的东京巨弹 而且是他们半导体十颗机台的大本营 从研发生产到物流 统统在这里 这会我们也非常难得进到内部 一窥机台本尊首度 镜头前曝光 外形四方的十颗机 里头其实隐藏三四万个零件 功能超级关键 晶片经过曝光后 去除多余线路都得靠它 身价也非常不凡 每台都上亿起跳 不止市占率全球数一数二 就连台积电每年公布的 优良供应商名单当中 都能看到东京威力客创 大型机具吊挂建筑外观架构已经成型 感受到AI巨浪 东京威力客创也加紧在工程厂区 打造第三栋研发大楼 2025年春季会完工 日本拼重返半导体系岛 不只积极拉拢台积电 自家设备龙头厂也加大力度投资 现在九州东北和北海道三大半导体基地 俨然沉袭 AI趋势之下 角色和地位也越趋 举足轻重 东森财经新闻 赵博翔 叶子晶 日本工程采访报导 看盘中赚 赶快来一赞 东森财经 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